記得十年前在香港大嶼山 吃過一次老水墨魚 厚身又新鮮的大墨魚 延老延切 嬌爛爽口又清甜 這個味道有時發夢都會記起 心動不如行動 對比了很久 終於找到88雞就有交易 4-5斤重的冰鮮墨魚 收到還好硬身 要沖水解凍 墨魚據說養血又滋陰 全身都是補 內臟不太喜歡 滑酒不要 墨魚骨養胃又補鈣 洗乾淨烘乾 留下一次熬白菜湯用 墨魚汁可以留下來練習 或者做墨汁意粉 真是一個白寶袋 想賣上口感好 就撕走表皮 輕輕切一刀 暴力少少去撕開 墨魚皮究竟可不可以做涼本 知道答案的朋友 打一下答案 墨魚的牙齒很鋒利 可以留下來做紀念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 湯這麼大的墨魚 洗乾淨水分 不需要飛水 現在做個家庭版的滷水 爆香洋蔥、蒜頭和薑 再下滷料 具體配方看屏幕 陳皮、桂皮比較腸味 不要太多 再加半片糖 稍微炒香 一碗糖醋、四碗水 一茶匙老抽和米酒 再下飛了水的鵝腿 幾個雞腳 這樣可以增加滷水的黏稠度和鮮度 就不需要再下雞精 下兩茶匙魚露調味 就不需要再放鹽 用最小火浸四十分鐘 就可以撈走雞腳和鵝腿 然後開大火下墨魚 滷水滾了之後關小火 有空就翻一下 淋一下 大概滷十分鐘 蜜魚熟了 一收縮就可以撈起來 哇 整屋都是蜜魚的香味 隔離村都可以聞到 如果喜歡入味 就關火浸多一個小時 老過蜜魚的滷水特別香 慢慢養著它 我就比較喜歡剛剛滷熟 新鮮爽脆的口感 趁熱吃就非常好 稍微攤冷就可以切 切大塊一點點 吃下去更加彈牙滿足 真是看到 流口水的極品港式小食 厚實又新鮮的 蜜魚肉入口 真是鮮甜爽口 淡味的滷水 不會太鹹太重味 可以襯托出 蜜魚的鮮味 週末過節 在家製作個試下 保證個個都開心到飛起 吃過翻尋味 蜜魚腳就留下來下餐 白灼或者爆炒 我是小喵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個讚 好看 好看 好看